在就業保險法2009年修正的時候 某個程度上 为了要去处理无薪假的问题 我们参考了德国他们采取的措施 在就业保险法第12条 让雇佣安定的这个政策 有了清楚的法院依据 请教院长还是部长 我们目前实施雇佣安定措施 施行的成效如何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精神 当然在措施上就是有各种的保障 那么劳工若是说 真正他在雇佣 那么因为企业经营不景气 他若是说像刚刚讲的无薪假 我们后面就有一些辅导措施 若说他真正失业了 我们也有一些失业的补贴的津贴 然后再帮他做职业 所以这个都算是刚刚部长所在讲的雇佣安定措施里面的一环吗 对这些都是后面的配套 因为企业经营 没有啦我现在不好意思 部长你可能再回去查一下资料 就业保险法里面2009年修正通过的雇佣安定措施有了法源依据 但是雇佣安定措施 从来没有正式实行 我很惊讶啦 一个劳动部部长 连就业安定措施 2009年有法源依据以后 到现在都没有实行 你竟然不知道 现在我讲的 现在我现在我讲的 就是一个名词的关系啊 就业安定措施它只是一个名词 名词下面的各种措施政府都有 我再讲一次吼 雇佣安定措施 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或者是名词 我跟你讲过了很多的措施都在实施 他在就业保险法里面 那 部长您不用激动啦 我给你时间 你只是旧法论法 你只是只会读法律文字的一个人而已吗 法律下面最重要的是执行 图法不足以这个执行啊 我想那个部长的意思 没有啦 我刚刚说过啦 我愿意给部长时间啦 他回去问劳动部的同仁 就业保险法第十二条下面所制定的 雇佣安定措施开始施行了没有 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答案 劳动部 你们自己部内所提出来说明的资料 我也都读过了 没有施行 这个是你们部内自己写的 不是我今天站在这边 随便的去掰出来的